患者目前正在华盛顿的霍尔德大学医院 接受隔离治疗 情况稳定 对于华盛顿出现疑似病例 当地居民反应不一 另外由于德克萨斯州发现 第一起伊波拉确诊病例 引发紧张情绪 路易斯安纳州州长呼吁美国总统 下令禁止飞网爆发伊波拉疫情的西非国家 不过白宫发言人表示 如果发出禁飞令 将妨碍应对伊波拉病毒的救援工作 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 目前累计的伊波拉疑似核确诊病例 高达7492起 病逝的至少有3439人 在伦敦召开的伊波拉研讨会上 专家继续预请更多国家施与援手 并指出伊波拉疫情严重的西非国家 确诊病例每20天就翻一倍 我们希望继续在行为继续 来 konse walking 需要续过来的 请续仔继续 好的 请续仔继续 请续仔继续